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Maximin Gloria 歡迎收看今集Global Express 我们的3137Gloax USD Money Market ETF 就在2024年1月1日开始 Expense Ratio由0.45%-0.09% 我们今集和Victor聊一聊 Hello Victor Hello Gloria 刚才说到Expense Ratio由0.45%-0.09% 其实这个减费费用对投资者有什么好处呢? Expense Ratio其实是很直接影响了总体的投资回报 投资回报其实就是底层资产的回报 减去Expense Ratio 所以Expense Ratio越低 其实投资者的预期的回报就会越高 投资者当然不可以控制资产的回报 或者控制整个资本市场 但投资者可以控制的 其实就是可以控制总体的投资成本 去选择一些Expense Ratio比较低的投资产品 去减低它的投资成本 或者增强它的预期回报的potential 这次其实这个减费就是预计减了0.36% 其实是很直接地加强了预期回报 of 36.5%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好的消息 还有我们自2023年开始 上年其实看到投资者都很积极地投资 进入money market的ETF 因为全球有不少的不稳定性 而我们预计这个趋势 会在今年2024年会继续持续 今年其实全球的战市仍然会继续持续 还有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有几个市场 都有一个选举 其实增加了不少的不确定性 其实3137减了费用之后 和其他同类的产品比较有什么吸引力 而在香港上市 有四个同类型的美元货币的ETF 包括我们Global X的美元货币 代码是3137 而3137收取的投资费用只是0.09% 是远比其他同类型的货币 也较低的 而值得留意的地方 减费这个行动 其实可以增加投资者预期回报 但不会令投资者承担额外的风险 而我们3137最新的收益率是5.6% 那投资者为什么要选择3137ETF 而不去做定存或其他投资方法 如果大家有做定存 都会发现第一 它有一个lock up period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三个月 甚至是十二个月 而货币的ETF 是可以今天买 明天就买 是没有lock up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基金公司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我们在背后所取得的资产的率 的息口 其实会比零售投资者取得的率 很大可能会较高 所以我们一个专业的投资者取得的率 其实相对地会比较吸引 第三就是大家要留意到 其实美元的息口 其实有比港元的息口要高 所以很多投资者 其实做定存 都会想偏好是一些美元的定存 但是做美元的定存 即是代表香港投资者 我要转外汇 但是我们这只ETF 其实在香港港亚座上市 也是用港元交易的 我们用港元交易 但是就可以买到美元的一个rate 其实就是散却了投资者 转换外汇的程序 谢谢Victor 我们谢谢Victor今天 关于Global X USD Money Market ETF的分析 我们的网站上有更多 关于这个产品的资料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多谢收看今集的Global Express 我们下次再见